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以慈爱待人处事 有一个故事说到 在一个乡村里 住着一户经济状况 不是很好的家庭 兄弟俩为了贴补家用 长时间都待在城里 打工赚钱 只有在过年过节之时 才会返家探望父母 某一年准备年节返乡之时 兄弟俩找了好多地方 都没有买到可以回家的车票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兄弟俩决定起身 一起去到车站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遇到要退票的人 也许还可以买到回家的票 果然没多久 他们就遇到一位来退票的人 只可惜那人只有一张车票 于是兄弟俩拿着一张车票 依旧积极地继续不断寻找着 是否能再买到一张票 有一天呢 哥哥对弟弟说 他托认识的人买到了车票了 两个人可以一起回家了 虽然弟弟看着那张车票 觉得票券上面的字体好像怪怪的 但仍然对哥哥的话不疑有他 当搭车返家的那天来到 哥哥把退票之人的票筛给了弟弟 自己则拿着托认识的人买到的车票 就在火车要开动之时 哥哥迅速地跳下了火车 弟弟见状后也急忙跟着想要跳车 哥哥马上朝着弟弟大喊着说 弟弟你回家和我回家是一样的 父母亲只要见到我们其中的一个人 就能安心了 原来哥哥为了让弟弟可以安心地搭车回家 便请人徒手画了一张假的车票 把回家的机会让给了弟弟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也曾被他人以慈爱相待呢 故事中的哥哥 为了让弟弟可以不愧疚地回家探望父母 决定牺牲自己 以慈爱的心成全了弟弟 在圣经里也有一个以慈爱待人的故事 有一个人名叫亚伯拉罕 他和他的职儿罗德一样 是从事畜牧行业的 原本啊 他们底下的牧人是一同去放牧的 直到牧生出越来越多之后 他们无法继续在同一个地方放牧 只好彼此分道扬镳 亚伯拉罕因着对职儿的爱 先让罗德选择要往哪里去放牧 而罗德呢 选择了约旦河全平原 那里土地肥沃 水草丰美 而亚伯拉罕便只能得着 相反的方向的那片 较为贫瘠之地 亲爱的朋友 亚伯拉罕让侄儿先选的决定 看似吃亏了 但他却明白 充满慈爱赐福于他的上帝 必纪念他如此以慈爱 待他之而罗德 果然 上帝就祝福亚伯拉罕的子孙 要如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那样多 上帝祝福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 亲爱的朋友 一个以慈爱待人的人 上帝必定以慈爱待他 今天 上帝也要来祝福你 拥有一个慈爱待人的心肠 在你的职场 家庭关系 以及你手中所经营的 当你以慈爱待人 上帝必定纪念你 并以慈爱待你 使你得着充满丰富盼望的人生 耶稣说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asy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